演技烂还加戏 这些新二代离了父母啥也不是 大家好我是小枫 娱乐圈世袭制有很多 这些新二代有了父母的这块跳板 演起戏来真是群魔乱舞 就这演技长相 不提他们父母谁看 看年第一报剧狂飙好评不断 可剧情出现长大后的高小城时 小枫就想问问 就跃扬这歌影人的长相演技 如果不是吴刚的儿子 还能当演员 出场就是无能狂怒 对着黄瑶 烦死了 对着高启强 你不要命 这瞪着眼珠子脖子用力的表演方式 让我见识到了 什么是演技盆地 他的哭泄 那你去爱他呀 你别管我 我是什么东西啊 点儿郎当的样子 撕裂难听的声音 扭曲的五官表情 这位哥到底在干嘛 真是一颗老鼠屎 换了一锅粥 别看演员表 现在咋叫岳阳了 之前不是做吴宇清吗 他自己的往事被拉出来吐槽 之前他跟吴刚参加一档父子综艺 但吴刚因为工作原因 来的是他母亲 岳秀卿 这对母子见面的方式是 这自然的清罪方式 我都不敢想象 他们在家是啥样 关键 这个时候 吴宇清已经24岁了 吴宇清还在接受采访时 公开表示 自己没有经济来源 现在就是很老 很老啊 我都紧 在网上也是大胆发言 不怼嫖风 演技烂 夫人即烦 让他眼前一亮等等 现在想重新开始 好好当演员了嘛 可就这演技长相 吴刚带着他进圈之前 就不能调教一下演技 这不是在伤害观众吗 狂飙的高小陈 让小芳想到同样的暴剧 人民的名义 当时的小黄毛 既有人称他为进度条军 也有人叫他利尿军 这个角色纯属多余 要么说一些大话 要么想泡妞 跟主线毫无关系 完全就是 给演员加戏 展现自己机会 结果一看 豪马 看奔奔出生在演艺室家里 活泼的新二代 进水楼台先得月 但不知道他脑子怎么想的 这种加戏 除了被观众骂 还有啥用 不过人民的名义 播出后不久 看奔奔就少了社会新闻 因为险驾驶罪 被拘已四个月 但新二代有后台呀 五年之后 看奔奔还重新复出 主导并主演的真人版电影 龙生九子 虽然没人看 之前新二代张可迎 参加一年级张凯丽空降助力后 一篇我是张凯丽的女儿的微博 给我干啥了 她是很不情愿公开自己的身份的 因为张凯丽太优秀 她很自卑 然后张凯丽还泪奔转发 这娘俩的戏可真是够够了 网友这评论完全说出了我的心声 这架势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要公布 你是哪个国家总统的女儿 架势吹这么大 一看演技不分 张凯丽带着张可迎演戏 又把她塞进了细鼓如云的老酒馆剧组 出场之前这句评分8.4 她也出场评分8.3 为啥 因为出戏呀 这般永久的韩式眉毛 精致美貌的乞丐妆容 明明人物饿得不行 她演戏的时候 却在一点点挑着米饭 演技用力过猛 偶像包袱这么重 演啥证据 幸福到万家里 以为演技有进步了 结果还那样 被调戏是这样的 跟她男朋友打电话是这样的 你刚才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 痛苦绝望演成呆滞 张可迎这个角色 从见识社会的险恶 到在现实中挣扎 吃冰淇淋这一顿血 她吃掉的 其实是自己的尊严 胆量 正义 这么的高光戏法 她就在那一个劲的哭 情绪递进 啥都没有 这大场面的新二代架势 演技拿捏不住 只能被潮湿加戏卡 资源卡 赵本山的女儿赵一涵 堪称最不省心的新二代 顶着一张蛇精脸当网红卖货 三句不离开她爸 一件白T恤印上赵本山的头像 在直播间卖的是热火朝天 人家是炫富 他是卖富 聊天口无哲拦 汪涵叫他韩韩 因为名字里有韩嘛 我们大家比较新鲜 她说 汪涵脑子都要短路了 在直播间里 人家问啥他说啥 关于赵本山的私人飞机 说的贼细节 被传道贴男友两千万 恋爱分了 网红当够了 又开始进军影视圈当演员 看看这僵硬假面的脸 还有这小儿科般的演技 还是回去当网红吧 钱都这么多了 别瞎折腾了 赵一涵的哥哥赵一南 长相随了赵本山 现在也走起了赵本山的路子 演小品 上节目 还和赵一涵都参演了 《乡村爱情》第十二部 这俩兄妹眼睛幽 赵一南的演技 比赵一涵还烂 赵一涵是成功的销 正确 我们必须找到其他选择的方法 以赵一项的目标 之前还跟同样是新二代的欧阳娜娜 陈飞宇拍摄了秘果 这 这是新二代电影组吧 当然这俩新二代演技也不咋地 倒好在 一个会拉大提琴 一个外形还可以 但邹元清外貌吧 普通 演技吧 拉垮 但他又总能出现在各种正剧好剧里 《伤害情》里即使戏份不多 也是把戏典给在他这个角色上 在大喇叭里喊出了求学的艰辛 想走出大山的愿望 就要一辈子在这地方吗 半吃起 按摩自己待人就走出打散 非得让你们的字字损损 和你们一样收护收求 你们才愿意撕不撕 这段说不上朵拉 但真没看出来高光 在参加演技综艺时 他的演技 你消失了我一直在找你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躲着我吗 当时陈凯歌给他的评价是 耳朵学习他妈 他家里就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师 他可以好好跟他妈妈学习 这都算委婉了 旁边的这位 直接点出他演技是里面最差的 这个段片段是我 今天看的最差的一个片段 从小演戏 也看过自己妈妈演戏 演技到现在都没有提升 可能是他真不适合吃这碗饭 也可能是他也不太在意 毕竟有妈给资源 不怕 新二代张思月 也经常让小芳觉得很奇怪 他的爸爸张光北 这么优秀的演员 妈妈陈凯 颜值被称中戏的五朵金花之一 但没有遗传到妈妈的颜值 演技更是让人失望 因为父母 他的证据好具的资源 从来都没有断过 在巡回检查组中 扮演美女作家 还不够漂亮 演技当观众出戏 《觉醒年代》里 那么多优秀的演员 一场场风神的戏份 他撅嘴 瞪眼的演技 成了里面的最大败笔 气质 长相 跟陈延年 也没有CP感 不少人都骂他是资源咖 关系户 因为张光北 是觉醒年代的监制 所以说 真是本事撑不起资源 新二代在娱乐圈 已经泛滥成灾 没有资本和背景普通人 很难在娱乐圈立足 可给了资源还不争气 那被吐槽 就只能自己受着了 我听到的 大家 并非